護理師一整天在醫院忙進忙出 幫病患掉點滴打針 有時候甚至半夜 病患出了什麼狀況 也是護理師從第一 但彰化一家診所 在人力銀行徵全職護理師 還標榜寫著高薪 結果仔細看月薪竟然是二開頭 兩萬五至三萬 有護理師聽到好氣氛 對這個薪資實在不能接受 兩萬五到三萬嗎 這哪算高薪啊 我覺得這個根本就是跟一般的 面店賣面的差不多啊 而且工作內容基礎 要照顧量體溫血壓打點滴 觀察和回報病患接受 醫療後的改變 週休二日輪早晚班 並沒有比較輕鬆 民眾將訊息PO網 立刻引起網友一陣討論 紛紛留言反諷則薪資真高 寧願去賣飲料娃娃機都比較賺 徵所對於高薪 兩個字表示大家看法都不同 目前職缺都已經不慢了 但根據求職網平均的薪資統計 就是1111人力銀行 他們分析的薪資公平資料 新人一年以下 即使專科畢業也是三萬二左右起跳 護理師平均薪資至少三萬以上 有些診所卻只願意開兩萬五 實在讓人無法接受 這次成為城廣的 謝仁甄彰化財寶寶 二千萬五 二千萬五